中信兄弟彭正銘 22號從馬丁尼茲手中 航出右外野洋圈炮 不只相隔六天再度開轟 累計三爬紅不讓 已經超過上季表現 本季上來率將近三成五 長打率則是四成二九 讓粉絲們期待恰恰 手感回春 選狀態OK 一切都滿順利的 還沒超越我自己最好的 所以我也不會去想太多 要扮演角色就是球員 就把球員 如果你當球員 就把自己球員角色扮演好 其他的 其他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先年39歲的彭正銘 闖蕩中止來到第18個年頭 受到追求最佳表現 回顧他開季設定的生涯目標 希望能達成個人2000安 以及200紅 依然他近五年表現 如果安打數量穩定傳出 有望在明年達標 至於全雷打近五年 最好成績則是2014年的九紅 就看恰哥本季能否上演 驚人表現 感進度 探討數據以外 彭正銘還得在短時間內 適應不同棒次 今年除了四番位置 第五到第八棒也都擔任過 從去年就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是這樣調整的 包括今年也是這樣 其實我想大家都 經過去年之後 今年都還滿習慣這樣的調度 年紀不惑的恰恰力拼紀錄型高度 也難怪被鄭中學弟們 尊稱為禿地公一般的存在 相信設下高門檻的目標 是另一種前進的動力 締造棒球新篇章 白特尾新聞採訪報導 主席